今天我们是第七次嘛 第八、第九、第十 所以还有三次 所以资料库一个重点 那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要抓网路的资料了 那抓网路资料 那好几种类型 那再来就是 其实整个就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反正前面讲过的东西 就会希望整个你都把它全部 都能够互相能够融会贯通 那如果你可以融会贯通的话 再来就找你工作上实际会用到的一些相关的案例 然后把它稍微改变一下 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它做出结果来 就是要熟练 那当然我们这门课程 上课都有录下来 所以如果假设你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你就回去自己再看过吧 反正我们这课程资源其实也相当丰沛 又有影片 又有云端白板 程式也都在上面 你再怎么不会 你至少复制贴上会吧 至少会改吧 OK 稍微转一下吧 然后把一些可能重点把它抓出来 其实如果你程度不够好没问题 你至少要会看懂我在说什么 然后做哪些动作 然后把一些程式做一个修改 换一个范例 那你有没有办法 一样可以把结果做出来 至少你比较能够记得 再来如果你要做更进一步的这个变化 你可能要非常熟练 也就是这些语法 你都要很快把它打出来 你想到马上可以把它写出来 你才有办法做一些变化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把刚刚的这个 就是四个串列 把它改成三个字典 稍微说明一下 首先第一个的话 一样 我的想法是 三个字典 怎么样放 特别注意我这边刚刚是四个串列 不过我现在预设就是三个字典 那这三个字典分别就放国文 英文 数学 那一样开档 一样release release 把里面东西分别读进来 那读进来的话 我的想法是这样 干脆我的key都用一样 key的话都是姓名 也就是国文的话 就是key 加国文 那英文怎么办呢 就是key 姓名加上英文 数学就是 姓名加上数学 所以呢基本上我怎么切呢 因为就把这四个 切的方式release 所以一样避开第一个资料 ok 然后呢就是分别怎么样 把它切割 四个切开来之后的话 那怎么放呢 第一个dictionary里面的那个呢 就先放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dictionary 这个key的部分 里面都是放什么 放第一个 里面有没有 指的就是什么姓名啦 因为编号从0开始嘛 0123嘛 那我就分别放 把姓名放进来 刘晓华拿他第一个成绩 80分 帮我放进去 放到哪里呢 放在dict1 就是这个指的就国文 然后 这个是英文 这个是数学 也就分别把它切到里面 放进去 意思就是三个 三个字典 ok 这样其实有 可以啦 然后再来的话呢 可是问题啊 我要把它列出来 所以后面的话 一样 但是后面如果要做计算的话 还是非得要把它分出来 所以分出来的话 这边虽然后面一样有四个串列去接它 不过基本上哦 你就不需要再用append 意思就是说哦 分别把value 放在它个别的 所以A一定是lowkey 然后呢 dict1的话是b 就是国文成绩 2的话呢 就是英文 3的话就是数学 ok 然后呢底下 就不需要再去append 所以你会发现程式哦 总共在21行 我刚算过来 大概就少少个三行吧 主要是少什么 少这个append的动作 这三行 就不需要了 那底下的话呢 一样就是把成绩分别抓过来 叙述 然后呢抓到最高分 底下都一样 所以我把它执行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底下的话呢 就执行结果 当然也会跟刚刚一样 不过最大的差别是哦 用三个字典取代四个串列 ok哦 大概这样的写法 那我把程式放在云端上 给各位参考 那细节部分的话 也是当然尽量还是要动手 先把这个部分给做完 那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那字典我想大概就先到这边 告个段落 后面如果会用到Jason 还是会用到他哦 所以只要两个栏位 或者是像Jason Python网路上的来的 其实都会用到字典 这个请各位哦 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把它熟悉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看 有关那个SQL的资料库部分 所以待会的话 不过SQL的资料库 大概我们会分成几个部分 来说明 第一个的话呢 如何建立资料库 因为其实资料库 怎么样建立 ok 那在Python里面的话 它已经先帮我们 已经引入了这个SQL Lite 所以其实SQL Lite 已经内建在这个Python里面了 所以如果你要用它的话 基本上第一个 当然不过你要 import impost SQL Lite 3 ok 版本是3 那如果说你要建那个一个资料 一个资料库的话 当然在Office里面有assess 不过在Python里面 如果不用外部的资料库 它内建的话就是SQL Lite 那你可以先建一个资料库 它的用法其实跟用assess ass打开之后 你要先什么 先新增一个空白的资料库 如果你用过assess的话 其他资料 先新增一个资料库嘛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 再设计它的栏位 资料库 然后再来开一个新的资料表 资料库 资料表 那资料表里面有哪些栏位 你要先规划 比如说有第一栏 假设我们后面有个练习 第一个练习是 如果我希望呢 输入什么 输入哪一个人的电话号码 或者是输入第一个电话号码 输入电话号码的一个功能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先把刚刚的部分先练习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针对那个 资料库部分再做说明 主要就是说 学会至少资料 sicleline里面 资料库里面最重要的 四个最重要功能 包括就是什么 如何学会新增 资料到资料库里面 第二个的话呢 如何再把资料 从资料库里面查出来 其实最重要这两个 其次的话呢 如果我要删除某部分的资料 或者某一笔资料的话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如果我今天想要修改 某一笔资料的话 所以基本上呢 一般你其他的城市跟资料库串接 不外乎就是学会这四个重要功能 新增查询删除修改 其实如果你这四个会的话 大体上哦 你要做一个进销存哦 应该就足够了 因为我后来发现 写专案里面用来用去 好像都这几个就够了 而且最重要是新增跟查询啊 删除跟修改好像用的没有前面两者多啦 不过也是重要 ok 所以新增 查询 删除 修改 ok 那其中当然 刚开始我们先从怎么样把资料 新增到资料库 ok 在sql语法里面就insert into insert into insert into跟他讲说 我要新增到哪一个table 所以你需要一个资料 table就是资料表 ok insert into 哪一个table 然后呢 values 你要放什么资料 你就把你要放的资料 把它放到瓜糊里面 如果你的档案来源是 某一个档案 像刚刚的 什么呢 这个 学生成绩的话 也一样啦 所以以后 只要外部的csv档 或者外部的任何档案 只要有 有一个次序的 他都可以把它放到资料库里面 也就是以色列的档也可以啦 目前当然我们还没讲到怎么样 就是 读取直接读 如果你还不会读取没有 你就另存成csv 然后再读进来ok 或者你将来如果要读一个 以色列档也ok啦 因为只是要 import 可能要安装一些外挂 然后让它具备有 读取以色列档案的能力 再把它读到资料库 是都不会有问题的 而两者之间呢 并不会有太大的 使用上面的问题 ok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刚刚那个 四个串列 改成三个字典 这个部分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 如何使用 在python里面使用sqlite 资料库 让我们可以 储存资料 并且查询出来 ok试一下 其实语法都很简单 有些语法可能 都比较固定 所以有些 像建立资料库 或者建立资料表 这些都差不多 所以云端上也有一些范本 那这些范本 你将来 直接把它拿来透用 其实就可以乱了